好 除了中国跟台湾现在关系稍微紧张一点以外 我们看到中国跟香港之间更是如此 因为呢 现在香港的反送中几乎是周周上演 然后呢 警察也疲于奔命的进行震报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是不是对于白衣人跟这些示威民众的这个惩处 或者是说对于刑责的认定有两套标准呢 7月21号我还记得吗 港铁元朗站在黑夜呢 一共发生了好几起的暴力攻击事件 那出现了白衣人士拿一些攻击武器去暴力那些示威者 那就看到了当天其实警察有逮捕了大概六名的白衣人 然后呢 这个理由是他们非法集结 不过这个刑度当然是比较轻的 我们再来看看7月28号 上环发生了暴动 而且呢 理由是因为这些人破坏 比方说破坏警车啦 打破玻璃啦 纵火等等 一共抓了44名的港人 然后呢 是以暴动罪来论处哦 这最重可以判处到14年的 那实际上啊 暴动罪跟非法集结 这两者的差别就在于 暴动罪是非法集结的升级版 那为什么对于示威民众 判的应该说这个处的刑度 或者是说他用他的这个刑责是比较重的 但是对于白衣人却是相对轻轻放下呢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之前其实在香港发生了很多很多的状况的时候 北京政府就有说 需要我们解放军出动的时候 你们只要开口我们就会出动 那实际上香港政府是说我们不用嘛 那我们就来看看 驻港解放军目前的人数大概是6000到1万名 然后呢 虽然这样子的人数不算太多 但是呢 军种还陆空都有 角色呢 依照了驻军法跟基本法 他们是不可以干预香港的地方事务的 但是如果港府有开口 他们是可以协助维持治安 好 所以这些驻港解放军 平常你在香港其实是看不到他们的身影的 大多他们都会在一些军事基地进行维护 那当然啦 有时候比方说香港发生了一些天灾 台风过后有一些路数倒塌 他们也会去协助 那有一说说911恐攻之后 实际上呢 驻港解放军跟这个港警之间呢 就设了一个行动机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港警这里有需要协助的时候 那他们是最高指挥 会担任解放军的一个Google Map 就是说我带路啦 那共军的部分呢 则是执行独立的一个任务 不会跟港警联合行动 好 所以说两者之间还是有所分工的 但是其实在30号的傍晚 就有香港媒体拍到 而路上居然有警方在进行一个测试 要测试水炮车 现在也担心会不会接下来用来对付 更多的香港示威群众 警惕声响 水珠狂喷 承试员用水珠和泥油 来担心会不会接下来 注意 这些人快要被撞下来 叹 陈丁男子水珠一喷 硬声倒地 警察正抱用水炮 堪称是对付群众的终极武器 但类似的大杀器 香港警方现在也有 30号傍晚就有三个媒体拍到水炮的测试画面 外船已经完全检测 8月就能进入战场 用水炮车 是不是总好过用大炮车 清中派议员何君尧 7月初在立法会上 大力支持三港警队使用水炮 而且还是越强劲越好 但水炮在国际场合上 早就恶名昭彰 一旦混入垂涅瓦斯等化学物质 造成的伤害更严重 德国一名退休工程师 被喷到双眼失明 南韩还出现失利受损 耳膜刺穿的案例 甚至曾有人因此丧命 2015年当时还是伦敦市长 现在已经是英国首相的强僧 就曾经购买三台高压水炮车 但英国内政部坚持不准用 警队是否会因为政府压力 被迫使用杀伤力强的水炮 还是未知数 但对示威者来说 恐怕不是什么 好消息 三天新闻 众号报道